陆寒年收久矣穿起毛球毛衣。 网友解答一件一万四。 年收久矣的大陆男性陆寒,被网友抓包穿了起毛球的毛衣。 图翻射。 陆寒微博。 2001 十八万零三百零六。 大陆超夯男性陆寒自退出韩国男团Ezu后,返回大陆演艺圈发展成绩亮眼。 富比市公布2017年陆寒的年收入,竟高达人民币2.1亿元,约新台币9.6亿元。 上米身价的他却被网友抓包,毛衣都起毛球了。 陆寒在微博放上了几张照片,他身穿牛仔外套,里面搭配了紫色毛衣,加上帅气的侧脸,吸引30多万粉丝按赞,还有20多万则转发。 不过眼尖的网友却发现,他的紫色毛衣竞其毛球了,而且还告诉他要买去毛球的机器,教他如何清理毛球。 不久后,另一位网友放上图片揭答表示,这是瑞典时尚品牌Acme Studios的毛衣,原本就是这么设计的。 被网友抓包的起毛球毛衣,原来是一件要价14000的名牌毛衣。 。 合成图翻射。 陆寒微博。 201180306。 答案一揭晓,原来网友们都误会了。 根据了解,这一件名牌毛衣要价14000多元,并不是网友们以为的便宜货。 不过陆寒长相帅气,身材高挑就是个衣架子,不管是不是名牌服装,只要穿在他身上,都能带起流行风潮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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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